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9月21日 欢迎大家与我们一起开放基隆 充满热情、活力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 将在9月21号星期六登场 今年除了各县市、社区、学校的队伍之外 更扩大邀请日本京都与琉球的森巴谷队与舞团 也邀请城市代言人安心雅共同参与采接 并号召身份证字母为C开头的基隆人加入采接队伍 晚上七点半还有烟火秀 记者会中市长谢国良跟文官局长江廷梅 还有多位贵宾 包括议长秘书杨文和 市议员郑凯玲、郭美秀、秦真、陈冠宇 和立委林沛祥秘书黄生栋 都共同欢迎民众一起来体验基隆专属的海洋热情 那我们这一次也有加了一个 我们自己基隆特有的一个造型 就是我们的鹰站长 这是我们基隆独特自己有的IP 那也会到时候升高来跟我们一起来游行 那这已经是我们第14个年头来办海洋老鹰家年华 那我们文官局也非常的投入 希望可以给大家更多不同好的队伍 我们地方大家都很齐心协力的来做这个活动 一年比一年热闹 我们从一百年开始的时候 我担任我们谢国良立委秘书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支持 就在背后支持我来办理这个活动 所以等于是他也是一个最开始的一个推手 能够迈入第14年 很感谢历任的市长的支持 那么这一次甚至于我们有来自日本的团队 还有我们局长 特别发想了一些造型的人偶 然后最后还会有夜间的一个烟火跟无人机的表演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我们是不是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 期待9月21号的海洋老鹰江宁华的游行 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参加 一起来同乐 热闹的采接游行活动 将在9月21号下午3点从国门广场出发 结合烟火秀 还有超过25摊的海味市集 让民众从白天嗨到夜晚 欢迎各地的游客来畅游基隆 感受基隆浓厚的人情味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不及客户广场地帅 wel必须感受感受到 相优着